蔚来其实over the weekend 都有些消息 他就说他不做电动车 因为蔚来就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其实譬如说他们在吉林上海等地 那些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就要停产 令到蔚来就受到影响 整车的生产就现在要暂停了 还有就有一个旗下汽车加价1万元的消息 这个朋友就问了 暂时不做电动车 对整体汽车股有没有影响呢 比较迪又怎样看呢 如果短线来说 你看看目光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这些电动车或者车股就是受到疫情拖累 有不少的生产线可能受到影响 或者有些原材料 或者可能有些供应链零部件上面短缺 导致生产线未来出现一个短暂性的问题 很大机会在浮现 而最重要就是过去一个月 市场炒因为高油价 有利电动车这些因素 应该就反映到七七八八 因为短线缺乏再上升 momentum 所以如果你看到短线的话 蔚来、蔚小利 包括比亚迪在内 这些价位上面 比如比亚迪240多元 回到220 甚至200元这些水平 不是无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在用短炒的角度上看 这些位置就不会出手去买的 总是等它回到下来之后 最好越低越好 但问题是当它找到支持位 是下不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电动车长远来说是有得难的 因为始终在讲 任何供应链疫情的因素 总会时间会过去 那你当供应链问题没事的时候 那他们就能够重受声势 但你如果说今年买完之后 突然间要觉得比亚迪很快 在整个2022年来说 要上回到300元 那些位置 就算美股Tesla 我们短期来说 要上回11200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所以看回投资心态 长线这些电动车 我觉得你去收集 真的没问题 因为你随着说技术越来越成熟 甚至说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内地的计划上面 也是说这些电动车 长远在未来来说 要有个市场占有率 去到两三成以上 那你说比亚迪这些销量 未来来说一定OK 但如果你短线的话 近期升了这么多 做一个调整合情合理 所以分清楚长线还是短线 长线的话 分阶段收集 我们是近期的建议 短线就这些位置 不会突然间中国投资去住了 因为暂时的而且确 短线来说 是缺乏一些上升的 momentum 可能未来要过多一阵 就看到一些手柜的盈起 或者手柜的盈利能力 就看到市场开始这样了 头三个月 卖了这么多电动车 开始发挥到规模效应的时候 才有机会升上去 所以短线我会认同是难玩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220元以下这些位置 才会博给阿迪